Hello 大家好 今天老师要讲的课程跟这部电影有关系 好 咱们先说一下这部电影 中文名叫白日梦想家 实际这个电影是很早了 但是我是最近才看啊 电影主要的主题说明的就是 你要勇敢的做你想做一切的事情 对 你要敢想 你要敢去想象 剧中的主角 他公司的老板 很像我喜欢的一个吉他手 他们的长相有点像 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突然间想起来 这个吉他手的一些风格 我可以给大家讲一讲他的手法 就是杰森理查德逊 相信很多同学都看过他的作品 老师选了一首泰坦那首歌曲 里面的一个节奏 这里老师要说一下了 因为前阵子把这个演奏弹出来以后 给大家八代做了谱子 然后发到了西瓜视频上 然后有一个网友就说 你这个弹的不对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谈的 其实这是我一直想吐槽的 现代时代的一个特点 就是大家都躲在一个角落里 评价所有的事情 我非常不喜欢 为什么呢 因为我回了他一句 这个不是开头 这是中间2分06秒以后的演奏 他不是开头 他理解成开头了 为什么我选择后面的呢 前面那一段的话 他弹起来太简单了 就是同学们学的话 技术含量或者是知识量不多 所以老师选了中间的一部分 他有各种切分量 若起这些 我觉得是比较适合的 好的 咱们开始演奏吧 实在会员了 299 6月10号前179元 大家还可以选择其他的付费课程 好 咱们开始讲课 这个曲子老师给大家记个谱是另外一种做图方式 没有用吉他谱的方式 因为比较适合于看节奏 所以我们只去看节奏谱就行了 好 大家来看一下 速度230很快 230的16分是更快的 所以说非常快 在这里面要谈16分音符 是有点难的 怎么样来演奏他 再去学习 我们先要有一个演奏他的心态 先去练习你的手 对 练习你的手在低音弦上 你找一个低音弦 把你的弦调成一个D的音 D D 就是Ride 调这个音 你没有8弦 没有7弦 你就用6弦 总之你要这个声音就行了 这时候练习16分音符 在上面练阵音 把手掌放在这里弹弱音 我们说的制音 有课程 前面有课程 学习制音的 大家可以去学 练制音 下上下上 拨片 大家可以选稍微硬一点的拨片 对 慢慢的把速度往一起提 我弹了两拍 好 稍微再快一点 感受一下 对 提起速度来 就是有点像歌曲里面的感觉了 对 要把速度提到203的速度 四个组成一拍 然后我们尝试把它加快一点点 四个组成一拍 感受到没有 带一点点定点手腕 定点这个地方手掌 在这里摇一摇 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把胳膊放好 就是你胳膊要拖在琴上 否则练久了你的肩膀会很疼 避免肩周炎发生的话 最好是要把胳膊放好 整个人要舒服的一个状态 继续 练好了这个16分以后 咱们开始看谱 好 第一小剑 它都是一个16分 接下来一个8分休止 就是弹了两下 它就要停 所以说它是一个慢速是这样的 然后每一个休止都要用左手 好 我们再快一丢丢 好 台湾的四下也要停啊 就是每个你要停顿的地方 你都要去休止 好 我们可以再快一点点 对 稍微快一点 弹完以后立马收住 这个音你看一定要收住 我这里有个细节啊 我用食指把要弹的 这根弦的下面的弦全部护住 然后我弹完休止的时候 用其他的三个手指来护上面的 小指可能护不到 但是一起盖下来 我怕弹的时候碰到了下一个弦 所以第一步要做好 第二步就是这样 两步一定要有啊 不能漏掉任何一步 好 大家可以慢慢去学啊 这个练习不单单要去练这个拍子 而且还要去听伴奏 可以看我的谱子上写的一个小鼓啊 一个军鼓 这个军鼓就是啊 你在伴奏上听见了一个军鼓 大响了一声 所以说看谱子的同时还要自带一种会听伴奏的能力啊 这个小鼓就是在下一个小节第一拍出现的 出现了以后等四拍啊 这四拍是没有出现东西的 然后到到了第三小节你看又有一个场 这个场想完以后 接下来16分加前16后修指 所以就是6下 打打打打打打打 对 OK 再仔细感受一下 我是慢慢变快的啊 最后好像到达了一种抖的状态 是不是感觉变简单了 但是千万不要骄傲 因为这个练习 它单独的去抖手啊 是很简单的 但是要在相应的节拍 停顿和演奏 是有一点难度的 接下来就是一个休止啊 到下一小节了 下一小节就是一个四个十六 然后切分后十六 切分后十六 然后休止后十六 休止后十六 有点难哦 看到没有 所以这一排整体就是 大家慢慢练习 就这感觉 好弹完以后 紧接着来了一个茶 又是一个茶 你看你接下来听伴奏 是不是找到秘诀了 这就是关键了 一般听伴奏 这里啊 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个小窍门 以后在演奏的时候 不要去跟谱子打拍子 去找那种一拍两拍三拍四拍的感觉 不要这样子 最好就是看伴奏里面啊 有没有所配套的一个锚点 这个锚点有可能就是你要跟伴奏的那个地方 比如说有时这个锚点是一个茶 有时这个锚点是一个军鼓 有时锚点是一个低鼓 有时锚点突然就安静下来 也算是锚点对因为无声没有声 也是音乐 之前老师在Rotor Wooten的那个 生命休止符的那本书里面给大家说 休止符啊 它空白也是很美的音乐 对 好咱们继续好好看啊 所以说这个茶片一来 下来就 细节我就不讲了啊 我在讲最后一次我就不讲了啊 对手怎么护怎么来看前面 好接下来看 这一小节就有点不一样了啊 军鼓和后十六一起的 是不是很简单 你跟着快点来就感觉很难了 就有点难了 对 好 这一拍练完 这一小节练完 接下来一个茶片 整小节休息 来了 接下来下一个小节又来了 这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啊 四拍几乎都要谈的 除了军鼓不谈 有点难 对吧 所以练这个 速度要快 紧接着又一个茶 你看你耳朵要不断的去听伴奏 茶 这又跟之前有点像是吧 ok到下一小节了 下一小节偏难啊 军鼓后十六 后十六两个 然后再一个休止后十六 然后再一个六个音 对六个音 这个是一拍加多半拍 对 接下来紧接着一个茶 一响 然后 记好休止啊 然后后面是 所以说把这两小节看的一起来啊 这就结束了 我就不赘述啊 大家把每一个节点 我就我讲重点的节点啊 你拉回去再去看 直到你学会 这很重要啊 就是你必须得知道我讲的核心 就是哪里是 比较要注意的啊 你也去注意一下 这样就容易学会 希望大家能够看好的电影 同时也能在其中学到一些 东西 对 刚好捆绑上我们这个 吉他手了 能学到点知识 大家还有疑问的话 可以私信老师的 一对一课 或者购买视频课 对 好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